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从犹太利以路月到提斯利月十日的赎罪日 有四十天的时间 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每日分享生命更新 今天是以路月第四天的分享 今天特别要分享认识真理 许多人认为宗教不是自由的 因为有许多的限制和教条 感到有种压迫心 诚然,如果你对宗教的体验是不自由 那么你就陷入了人为的陷阱 人为的控制是另一种形式的压抑 陀拉摩西五经 是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赐予的 当时有几百万人在西乃山下的见证 这是一个永久的记录 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参考的来源 初爱奇记三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 我记转身下山 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这板是两面写的 正面那面都有字 是神的工作 字是神写的 刻在板上 初爱奇记三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中提到的 雕刻的西伯来文是哈入 奇妙的是完全相同的西伯来文字母 用不同的原因拼出来的单词是 自由 freedom 意思是 陀拉神的话会带来自由 陀拉刻在石板上 陀拉释放能力 并且赋予自由 拉比解释 唯一真正自由 可以自由地侍奉耶和华的人 是曾经在陀拉中的人 神的旨意和诫命 明刻在他的心中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研究陀拉 直到这些文字明刻在我们的内心 神圣的利率是刻在我们的心上 进入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真正的自由的关键在于 确保神圣的字母的真实性 明刻在你的灵魂中 而不仅仅是羊皮纸上的字母的叠加 同样通过遵守神的利率 我们才能真正与神连结 就像文字通过除去以前 附着在石头表面上的灰尘 而刻在石头上一样 遵守神的利率和建立 要求我们除去我们的自我 摆脱自负 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最完整的方式 与神连结 从而得着生命的释放和自由 神的律法是让人可以自由选择不做什么 而不是不能做什么 托拉克在石板上 托拉有能力释放我们 并赋予我们自由 今天的默想是 你对神的话语可慕吗 你对神的利率典章感到不可能做到吗 你认为这是宗教教条不用遵守吗 你听到神的话 感到渴望去拥抱他 还是拒绝他呢 今天的行动是 定期参加一个小组 或者托拉学习的课程的学习和分享 每天宋读拓拉 默想神的话 祷告与神清新土一 与神的意念连结 领受每天所学的神的话 开始行动活出美丽的人生 这是个人的见证 自从开始从西伯来原文和犹太根源来 查考圣经之后 对神的话语的渴慕日益加则 真实体验到神的话语的奇妙真实 可以进入灵魂的深处 使我看见真实的自己 领受人生的使命 时时遇见神 拓拉神的话使你得自由 那么如何培养对神和神的话语的敏感度呢 请继续观看 以路月第五天的分享 欢迎订阅分享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